這套我定義是分辨到你是一個什麼人 即是羅利康 你是傻人還是KC 你是一個壞人還是你是一個混蛋 分辨到嗎?我不過 這套作品你對他最終故事走向的感覺 對一個人來說其實能接受到一個什麼程度的迫害 你說一隻好? 不是 是你自己本人 你要解釋一下 現在在說這套是哪一套呢? 當然有很大的反響 在最後一集 現象 就是紅毛女 自遇回來的 我們被譽為洞洞比奧尼的另一個版本 即是有熊仔的版本 其實我沒有看這一套 之後有看的 我這樣說 其實我不覺得她自遇回來的 同意I M的說法 我一直都不當她自遇回來的 她是日常回來 或是搞笑輕鬆回來 像那些 不是自遇回來的 她是屬於一個叫做坑爹的女型 即是怎樣? 即是怎樣? 沒有見過世面的紅圈少女 你真是在家睡覺吧 對 不過我們要先講講背景 要討論一下這套東西 你知道大家這套東西是大嚴上 沒有人想著都沒有什麼 一個女生一個紅 那加起來都應該沒有什麼發生吧? 結果搞到網絡大嚴上 通常有原因 大家看看監督和田廷 這套東西應該是她第一套的監督作品 第一套? 是的 當然了 原作呢 其實她之前也出過兩本的漫畫書 這位監督之前曾經試過做一些畫 或者是演出的 就是Pokemon 那些不會有問題的 其實沒有問題 但這次最糟糕的 其實是個劇本 大家都知道 嚴上的是哪一位 這次其實這系列的劇本 是有兩位做的 一位參謀 一位是時谷雅夫 最後一集是參謀發生 當然大家如果有看日本的報道 就說這位參謀在第十二集出了之後 她要以前途中 她現在是 Facebook也沒有賣 還有資料也沒有 Hitter也沒有 她工作證明是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好像她沒有參與過 其實世界上很容易找到 但是我沒有記錯她 好像下季會參 刀劍男子 刀劍啊 你們說到那些感覺 很像女界星優 有些不會出現 那我又說開一隻攝影機 那個錄像在Wiki是毀不到的 我們這些刀劍男子有感情 你有沒有擔心 因為這樣說 通常 好與壞都好 其實在那個錄像上 其實你都不會刪除自己的一些步驟 除非你覺得 黑歷史 除非你覺得 你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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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從間出來 他都不會刪除自己 我沒有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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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這樣做 當然 剷了黑歷史之後 當然火上加油 連這個原作 吉原 其實這位是類作家 之前好像第六屆的高中生 不知道哪個地方的高中生 漫畫受賞的特別獎 亦都出來說 最後一集 他自己這樣說 我覺得梁夫 他的叔叔 覺得他的發言是很過分 很少可以原作去刪除 寫劇本的人 應該這樣說 其實故事那個位置 其實他是說 因為最後一集還是兩集 他沒有再看過動畫的腳本 他那句說明 就說他相信那邊的專業 這是客氣說話 當然有人的解讀就是 他有提過意見 然後被動畫那邊駁回了 這件事大家就不知道 亦都不能爭拗 最終其實OK 出來了這一套的結果 我這樣說 他作為一個 在我們的術語上 叫做原作粉碎機 多不多 我想問其實平時 在動畫看到這些情況 你的身防超級 不是你說 點粉碎方法 你這個粉碎之後粉碎得很漂亮 但這個粉碎完之後 觀眾接受不到 我這樣說 原作粉碎機 其實是有幾種的含意 第一種含意就是 原作很差 它粉碎了 將它化整為零 將它扭轉一些 原本可能是有錯誤的地方 扭轉它 然後一個月就完了 還有一種原作粉碎機 就是什麼呢 原作可能是一個很黑暗的故事 甚至它依然是粉碎了的原作 但它沒有改變過風格 只是可能什麼呢 慘變得更加慘 很慘的那些變得沒有那麼慘 可能會有一些 credit 類似的例子 就好像鋼之煉金術士一樣 其實在一個大橋上的原作裡面 其實它是沒有改變過 最終的結果 其實相距不是很遠的 感覺也差不多 其實是 會是屬於這類 現在它就是 它屬於第三種 第三種就是什麼呢 完全違背 或者是什麼 跟它原作的後續故事 很可能接不到鬼的情況 是的 原本應該在十二集之後 就應該最後那首 應該是大家一起BBQ 我們看到這麼好的網站 很搞笑 那些人對這個 Kumamiko 就是日本的 對他的評分 就五十八點幾分 就不是太低的 十幾分 但是他的 tag 是很搞笑的 通常那些 tag 就說原作品 或者是神作之類的 他三個的 tag 是很搞笑的 先是第一個是 bad end 第二個是精神崩壞 第三個是 對原作的侮辱 但是我覺得 樹榮剛才說的那個分類 其實是有點局限性的 重點就是 其實你的原作 是不可以是一套 是一套 或者是所謂的治癒 我不理會用什麼角度 或者是這麼說 這套東西 看完沒看 你看到三大的時候 你不會想到 後面會精神崩壞 先 我不論你的原作 粉碎機的東西 先 我不理會這個 term 的意思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是一套 日常向的東西 就是 難聽一點講 你平時看那些 背面翻也好 或者廢文翻也好 其實你最好的例子 就是用背面翻 因為其實你要知道 就是 The Lucky Star 那個年代開始 將一些四格 例如野奇君 他是將一些 短故事 砌出來的 這類型的作品 你可以在突然間 扭一個 完全不同的東西出來 那我除了一種老夫子的內人尋眉之外 我就理解不到 不是 即是老雲丹 現在叮噹 就失閘了 戴紅原來是自閉症患者 對 就是那種感覺 但你不會用這樣做動 我會這樣說 即使我剛才說 粗略分了三大類的原作粉碎 但 在我的角度來說 三種都沒有所謂 一定是貶易的 而問題就是 在《紅毛女》這一套作品裡面 最主要的問題是 你能不能接受 這個劇情手向 好老實說的一句說 我不是說 不尊重原作是一件好事 或者他們有沒有可能說 因為這件事對我來說 我們是不清楚的 而我最主要的問題是 如果以我看整套《紅毛女》的角度來說 對我而言 其實我是能夠 而為何我會接受到的原因 首先是剛才提出的一點 類似日常版的 其實在我的角度來說 一個角色被玩壞 他下集是可以復新的 他下集精神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知道叮噹是做不下去的 所有短貫事就是電話停止後 然後全世界毀滅之後 回來之後可能是做了一些無可挽救的事情 但這件事是甚麼 大家最後會把所有事情的事件回帶 回帶回去初始值 紅毛女其實都有類似的個案 當然他不是一個個單元 他好像是有推進的 但是很老實說 就算他退化 但是沒有的 我下一季出來下一集 他依然可以播得正常回 因為對他來說 這個狀態是一個氣餒 他就算中間的雜數裡面 他是不是沒有逃避過 他依然是有逃避過的 不過叫做 你叫做 因為他現在在這個狀態 就是叫做甚麼 喂,沒得玩的了 不是這樣說 有下一季也不知道 不過應該作者也會給的 但問題就是 他將一些 我們平時在搞笑作品裡面 我們不會有關心的設定 去深化他 例如說 非女以前欺凌過他 這個設定 這個效力也沒有了 然後好像無女犧牲 之前頭三集 就好像一集慢慢都說過 那時候 紅仔帶著三個小孩來講故事 這集出以前是怎樣的 他就說無女會犧牲 這就是大家當搞笑 說完就算了 你會想要深化他 等一下 我看這部影片的時候 我先掃說我的感覺 對我來說 其實我看這部影片 由他頭幾頭裡面 他一直深化了一些 其實是日常版裡面 沒有的一些 我覺得是走向黑暗的設定 首先 第一點 紅人 會強姦 然後才會出了紅井 叫做這個 普世 首先這件事 你不要管重不重可未 這件事是一種黑暗的元素 這個我有一點點不同意 因為你要知道 日本那邊的姓氏 很多的神話背景 是有類似的東西的 我知道 但是他在這個故事裡面 他採用了這件事 正義就是什麼呢 他其實可以當作是一個笑話 他也可以當作是一個伏筆去收 問題是在動畫中 把這個活筆當力真的收進去 我們不要管這件事 我們只是討論一下 他有什麼 第二個點 就是 到梁夫 去跟那三個小朋友說 那個故事的時候 巫女擔當的工作 就算剛才說 他強姦了一個少女 那個是祭品 不是巫女 巫女 叫做什麼 其實是叫做 中介 祭祀 人類和神明中間的 祭祀 然後 中途裡面 其實他講到 就是他們歷代 小丁他自己 他們的家族 那個譜是 他們一直裏面做的工作 還有 就是說 根本上其實是什麼呢 你知道就是 小丁基本上 不是他過不過人意願的問題 其實他接受了這個職位 我會想說就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枷鎖來的 他根本上是 沒有可能走出這條村的 他最慘的是 他寫出來的一個復筆是 他這位阿瑪茲 他很想走出這條村 他一直給人一個少女的感覺 我們看上去 其實頭那六集 是沒有什麼的 本來你看到 就算他那個阿依比奇 來了之後 就是他那個阿良夫 那個阿山之咪 來了之後 其實看上去都是 可能是一個搞笑故事 看上去梁夫 可能是一個愚蠢蠢 純粹一個叫做 多一個角色 戀愛角色 打算是氣氛 或者搞多一個 令故事更加 complex 但到第六集 很明顯出現一個 就是當阿良夫 突然說他想起 如何利用阿瑪茲 去令村子興起的時候 其實去到第六集 已經開始 對到第七集 已經開始走仰了 是走仰得挺嚴重的 這是對整個思維 想出來是因爭得很差的 或者這樣說 我作為一個沒有看原作的人 之後我再重視 就是一些人的判斷那部分 但在我這樣看的時候 其實對我而言 我會覺得沒有異樣的原因 其實是在於一件事 就是因為小丁這個角色 某程度是一個 negative 的角色 他是一個 positive 的角色 就是阿拿進 拿進是一個最 positive 的角色 他是後面支撐小丁的心靈 讓他不要 level 快 但是去到最後一集 你看到最大的分別就是 他是透過最後兩集的事件 令到這條支柱都彎起來了 就變得富富得富 所以最後就變成卡尼佑 亂了 其實還有一件事 我都最不喜歡看 就是去到最後幾集 梁夫的情況 變本加厲度 梁夫給人的感覺是很有機心 是完全跟他起初刻畫的兩回事 或者這樣說 這個位置我自己比較平常心去看 對我來說就是梁夫的角色 其實你看他的行動 他其實從頭都沒有變過 他不是說是由第七集才變 你不要說原作是一個有心還是無意 但他根本就是一個自把自為 自說自話 他想做什麼 他是不會理會其他人感受的角色 只不過是什麼呢 大家是反感的那一句是什麼呢 他講到他心裡那句出口 不是很簡單 你前面也好 你可能說 一開始說 無女服選舉 不用問你 我找人做完 你穿上衣服 中間你拍廣告也好 變成這樣 其實有些都談好了 你照做吧 你之前一直都是這樣的 但問題就是 動畫他最後一集 把他內心的那句 你當是履設定 說出來 破了面 沒錯 這一句正正正 其實就等於 你網絡裏面 你自己就是超然的角度 看一件事 有些很差的說 他就說 地震死人 全世界每天都死人 你從一個很穩定的角度 的角度來看 好像這句是沒有錯的 但這個時間點 這個角度來講 這句就是良博恩 他現在正正就是這個問題 只不過就是 大家一直在之前 不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大家一直定義 就是大家是拿著一支球棒 即使人就像出血,大家都可以笑笑笑,沒事 那種程度,但去到那個時候,他講到那句話出口 而本來講到那句話出口,也未必有問題 而最終引致到現在的結果 小丁變成一個退化症 原本好像慢慢走出了刀屎恐懼症 但最後失縮進去,很不開心 看完之後,你簡直是因為梁夫這個人 而導致這個女生的未來是沒有了 我覺得不完全是 一對八,推小丁出村不是梁夫一個人做的事 其他人都合同意 是全部人都有份的 還有我想最重點是什麼呢 你要明白,梁夫不單止是把這個瘀爛的臉 心裡的一句話說出來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 這套作品的角色定位 如果你不是由梁夫去說 你由希比奇去說 你由任何人去說,其實都可以 但是梁夫的character build up 是什麼 你感覺上他是一個傻仔 好像很好人那樣 但你由這些角色去做惹爛臉那個 那就糟糕了,等於什麼呢 那個感覺就是你看恐怖片 為什麼恐怖片永遠是小孩子 等於看海貓,為什麼要是瑪莉亞笑 你找任何一個中年女人 一個大叔在那裡奸笑 你覺得很合理 和看柯南沒有分別 你找一個小妹笑 那一刻就是恐怖了 即是QB那樣 這裡是完全一樣的角度 而這套東西 我自己其實看到中段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個很壞的人 我想起是很negative 我的legative指數是差不多爆燈 這根本是一個黑暗的故事 由他一開始報局 說毛女 說就是這條村的人 他們是怎樣利用毛女 有佛弟弟,我知道 或者怎樣利用一隻蠔 你當這條是一條很封閉的村 你當這是一個蠔蠔 這條村裡面,每個人其實是什麼呢 大家是看不到他 一轉轉轉轉轉鏡那一面 他們一直知道就是什麼呢 這個少女想走出這一條村 不是H馬的故事 我先說明 突然覺得恐怖的迷家 然後這個少女 想起其他的人一直是密謀 去打擊這個少女 你看到全村人一起去推她 就是每一件事都是什麼 每一次惡化的事件 都是因為全村人 眾志成成萬眾一生 推她到火山 例如做idol 出來拍廣告之類 就是加強的概念就是什麼呢 讓你自願留在這條村 所以如果以一個起承轉合 以我這個概念思維來講的話 整套動畫是通的 它只不過是一個黑暗童話 還有如果就算你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其實我想很多都會的 等於你由一個很現實社會的角度去看 很多大人是會當小孩子是他們的玩具 或者是一些正在這裡的 梁夫的媽媽 當小丁是一個玩具公仔 其實你看到這套東西裡面 我撇除了最主義的那幫角色 從村民的角度來講 我不管她當不當她是巫女 起碼她有些尊重我會有的 但問題就是 其實她當她是一個吉祥物來的 其實有些玩具的 相信如果有些人這樣說 原作他們看 或者我不知道原作 她可能沒有這個意思 但動畫裡面會不會報了 其實她有很多小細節 你要看到就是什麼呢 他們其實當小丁我覺得是密化了 其中有一節在頭幾集裡面 在她想去Yuko那裏 買HITTA 然後跟著條橋塌了 然後就說 條橋塌了沒所謂 條橋都是只有你用的 你當是一個人 你現在是不方便一個人 而就是她住的那個位置 大家看到就是什麼 位置沒有電波的 是叫做什麼 整條村裡面只有她的圈內 就是你就知道 根本上這個是什麼呢 她和被人困住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這些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些 她動畫版的電影劇 或者她們製作群裡面 有一個好像我那樣的人 想到一些這樣的思維 她套了進去 但是被她貼了進去 應該原作也有些類似劇情 可能《手衛電話》這些劇情也有的 當然無限除動畫也有些部分原作 但其實大體上有漫畫 不過問題是漫畫其實很簡單 你好像看《蟲角》 你不會在乎那些石狼在那裡惡搞大人 這些是搞笑劇情來的 搞笑如數 你不會這麼緊張的 為什麼聶橋說 我特意買不到Unicorn 就是她不是有惡意的 但問題是動畫解讀了之後 這個村民是有惡意的 是特意令你摸出去的 我會說我看完越看就是覺得什麼呢 這些村民全部都是有東西的 這就是角度問題 同一件事你解讀了向惡劇方面 變成了什麼情況 我都說我是一個很negative的人 就算去到最尾那一集 我自己沒有程序感 當然我沒有看原作 你可以說可能因為這樣而沒有這個感覺 但是對我而言 你說以動畫版來說 她那個起承轉流 其實我覺得變化 沒有去到一個令人接受不到的地步 她一直在建造小丁這個角色的形象 在動畫版裡面 她是沒得救的 對呀 本來是這樣 是沒得救的 其實我沒有她那麼壞的 我自己說 哈哈哈哈 我一定好小小 看多點這個 起碼我現在開口說的一句 我覺得我接受程度 去到12集的大部分都OK 在最後那10分鐘左右 我開始覺得有點怪怪的之外 其他東西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正確來說 第12集的大概是13至15分鐘左右 開始出事了 就開始有問題了 我覺得如果你是怕人的 或者你是怕目光 怕見到人 有些幻覺的 我覺得 acceptable的 Alpha那些 或者這樣說 因為本身故事裡面那個形象 它不是我們一般看的動畫裡面 說一個女角怕三寶人 那種 感覺上好像有病 Exactly 它根本是有精神病 是的 因為你看到它 經常用一些幻象來看那些 譬如是 她是思覺失調 社交的具證 正正式式地說 她是真正名符其實的思覺失調 其實有一集可以看到的 樹齡說得對 有些社交控制 就說她有一集 去UNIQLO買東西 她就覺得好 但是可能她當時沒有什麼人 還是叫她出去一個大商場去買的時候 其實如果一個平常正常的女生 如果你去買一些東西 譬如一間叫Vanguard 那些書局 或者有些飲食 不應該出現這個問題 因為在故事裡面 小丁的恐懼是什麼呢 她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前説 她每次都會發出 小丁在她腦裡 她會假設對方 有惡意 是的 或者對方 事前她會有什麼的前置 她是定義了的 所以根本上 她是一種精神病來的 老實說 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精神病 你除了找醫生之外 是沒有辦法解決的嘛 我不知道原作在這個位置 她怎樣鋪排這件事 在動畫來說 我覺得 OK 我在動畫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 我接受的 跳回去 OK 我再看原作那個位置 某種意義時 好像是一個正向的故事 就是一個少女 默默地慢慢 逐步逐步努力 去踏出 雄出村 我有想過 她經常說 雄人的事件 是不能夠出村的嘛 她經常說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會令到很大的挖 害怕 娘夫是恐嚇那些年輕人 或者是什麼 其實 我的感覺上就是 這個毛女 她的陰謀 都是因為這個氛圍而起的 有少想到看錯 但是你刑族的氣氛 就一直以來很胡鬧 最慘的是她的幾條線 她就不分析得清楚 例如Hibiki那條線 終於跟她停了 說旁邊有一條村 她跳完舞 唱完歌之後 怕旁邊的村 找東西扔掉 那裡又沒有了 或者這樣說 她的問題 或者會令到我 這些我講魔法 戰爭作品 我都要說的 幫你的設定 你去計較 或者你去鋪了出來的話 我是會在意的 總會有人會在意的 就算你其他作品 為何你不會在意 就算Long Bioli那些 或者是點套那些 你不會在意 一間 鋪了一間的營修 或者就是說 這間學校 究竟說 這幾個少女 其實有沒有出路的 你看到那個老師 這樣的樣子 你就知道就是 那教他出來 老實說就是 他們出來好看又閒 搞笑片 不要記得 他因為沒有說 你不說設定的話 我不會跟你在意 我會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但是這一套正正 因為他講了設定 他講了很詳細 根本就是整個條村裡面 由古至今的規例 為什麼會有毛鋁 為什麼會有那隻死人熊 如果這個故事裡面 他想描述的就是 阿拿瓶是本作的良心 如果你說以小丁 說到他是一個嚴父的角色 如果你由一個 簡單一點的角度 或者是醫療的角度 其實他是一個監護人 或者簡單一點說 如果我們真的 當他有一個社交恐懼症 或者人群恐懼症 就是熊是藥來的 如果當最後那集的 最後那十分鐘 連藥都開始縮起來的話 那這條武石藥呢 是有嚴重的 這個幻覺是很合理的 但是他是contradic的 我記得他有幾個回想模式 是說 Marchi其實他是有去讀書 有去正常的小學 中學 他一直有讀書 有同學有其他同學 其實他所謂是騎掛 他的級是只有一個人的 東東表里一樣 其實他那一方面 其實不是跟他同級的 就是青少校來的 你變成那個感覺 你在那個校園上 跟他那個個人反應是不正常的 你要不要留意 他平時跟其他村民說話 都有一些問題 你要明白 就是 那個問題就是 當你知道這個少女的表現手法 在整套動作中 她是一個精神病來講 她的一切回憶 你都不應該覺得是可信的 我們要 suppose這個人 其實第一集開始已經有精神病了 你不是不覺得這個人第一集開始 他已經前設他有精神病了嗎 我也是說 聽眾留意 你們不需要judge 我們說的是動畫的問題 動畫那裏根本上一起來就覺得 這個人一直都有一個精神病 甚至就是什麼呢 破除了枷鎖這件事 根本上是被世界的修正力修正了 即是怎樣了 他最後唱歌的時候他沒事的 然後他唱完之後 表演完神樂之後 這些人是鼓掌的 但是跟著 他突然之間就精神病發作 我覺得是反過來的 在那個切入位裏面 然後就是拿瓶在神石面前大叫 我其實是很不想他出村 然後神明是聽了要求 原來用世界的修正力修正了他 我覺得那一刻是 我在另一個角度 我覺得那一刻是 航叫完之後 突然間 他是 算了 放棄了 然後又幻覺 將他自己害怕的看不到 即是用前意識的角度來講 他將他規避了 就是規避了 因為你剛才可以說 你什麼什麼phobia phobia就是害怕的 你 social phobia 你害怕人的 你害怕社會的 你把那些東西 我看不到 變成山林 那他就正常了 那就是問題了 我唱完這首歌 我見回一些人 他就又瘋了 其實這個位置很合理 我作為動畫版來講的話 純動畫版定義 我是定義 他是一套完整的作品 很遺憾地 我很遺憾地說 他的確是一套完整的作品 你認不欣賞 認證 你說是我個人的角度欣賞 不是 他欺負你人格 知不知道 我都說 大家都聽過 這套東西 是定義一個人 是一個仆街 還是不是一個仆街 在一個定義來說 的確我是一個仆街 我們握握手 我是接受到這套 因為我看到他所有的蛛絲馬 都是指向這個結局 我是想不到其他結局 雪凌說了一個新的角度 給我們看 如何欣賞這個紅毛女 我們看網上的媒體 很多人 最起初就是 以NonoBiolli的心態 或者看黃金拼圖的心態 去看這套 錯了 沒錯 沒有錯的 大家是觀賞角度 大家是走錯角度 如果用搞笑動畫來看 設定是搞笑的 你不會在乎 不過問題是 想不到動畫爆竹 設定深化到一個很完整的 這套東西有被玩壞的潛執 製作群真的有一個 好像我這些人 去做了一個掌控 而令到這套作品 走向了這樣的結果 不過氣氛很詭異 我問一件事 你這麼說 第一套做的Idle Master Sanogosia 打擊下人 你這麼說 都是很奇怪的 我覺得你這套做出來 是怎樣跟你原作 第一 就是未必有必然關係的 第二 你看這個人 覺得是什麼角度 就等於你 好像Batman 有些人都會覺得好看的 最大的引爆點 始終都是原作者出來說話 這一句之後 引發了就是 那些人認為 問題就再不是 劇情合理與否的問題 就是尊重與否的問題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漫畫 其實原作者 經過了最後一段 大概第十二話 Marchi是有說過 他還是想出來成史 第二 整個故事就調轉了 因為根本沒有 大退化 因為這樣說 是沒有真的出去 成史那一部分 因為這一部分 是夢境 在原作裡面 我看過了 原作裡面 這一部分是夢境 是小丁夢見到 他會遇見這件事 然後跟著 他是綁住自己 不願意出去 所以其實什麼呢 這件事沒有真正正正正發生過 還有就是說 中間中間還有 有童話也沒有說過 他有 但是他變了前置 他綁住自己 然後最後 他也要出去 對這個故事來說 只是現在一個問題 大家的執著點是 尊重與否的問題 我深信,很多人說Bad End,所謂Bad End這個字 他後面有些人的酷是寫著什麼呢?讚美 有些人的Bad End就是寫著憤怒 他用Bad End這個字,Bad End這個字是沒有好語懷之分的 就是說,School Day夠不去,很多人都說School Day夠不去,很多人都說School Day夠不去,讚! 還有我覺得始終有一件事就是,你Bad End是一個什麼概念? 我覺得有時候是很過人的,等於阿薯就先說,你在抹著那個外套還是抹著什麼 我不用這個角度去看 你去看日本很多不同的作品 有很多作品是Bad End多於Good End,或者Bad End多於True End的 但反過來來說,甚至有些作品我們稱為是沒有True End,沒有Good End,只有Bad End的 但問題,有很多時候有些Bad End,甚至是這類東西 你會覺得是更加有趣的,或者更加欣賞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拿回一套最舊的虛遠的東西 沙爺之歌有一個End,青山精神病院 那你覺得,我問你一件事,那個男主角被人混淆 最後你覺得那個好像斷腸淒美那樣的觸感 但你想想一件事,如果他被人混淆 他放棄了出去,最後抱著一隻熊 其實他抱著一隻熊,跟沙爺隔著一塊門 其實那個位置是很像的,你這樣算 聽這一集的聽眾,可以告訴你 其實現在看這套出現的其實是兩種情緒 第一種情緒就是尊重原作與否的情緒 如果你用這種情緒去看這套作品的話 沒錯,的確如大家現在看到的留言所說 這套是完全是忽視原作的所有路線下 去演繹出來的一套作品 而演繹得不好,我只是覺得真的演繹得不好 演繹得不好這件事,我不評論了 但他一定是違背了作品的原意 而第二個角度就是什麼呢 我純粹看一套這套叫做紅毛女的作品 你當之前那套原作是同名的 我純粹當它是一套動畫作品去看 這套東西的故事,好不好看 我覺得是兩個情緒來的 現在大家要討論或者大家的爭拗 最大是你將兩件事混合 而這兩件事是不能混合來講話的 因為這兩件事根本是兩種不同的角度來的 所以很容易令到有人出現 讀者或者聽眾也好,或者可以出現很大的落差 你始終形格出來的效果 和你最後出來的結構 是落差相對比很多普遍的聽眾 如果說普遍的觀眾看完之後 未必會去到這麼深入的情況 就會去到落差很高很高 我想回一件事,補多一句 Bad End 是一個概念來的 不代表很壞 是一個場景的設定來的 類似的東西就叫做Bad End 另外當你見到這些套路 在這些年代裏面 你未必會叫做日常 你見到這樣的組合 它也不是背面的長度 你覺得這套應該是治癒 你拿了那套標準去看 但它沒有人跟你說過 即是那套動畫介紹 唯一會看介紹的那個鏡花 它就會跟你說 這套可能監督說過什麼 我想問一件事 其實監督有沒有人跟你說過 Longong Biuli是治癒翻 其實很多時候 治癒翻這個是一個網友 創造出來的Term 有時是 是後切的角度 你不可以說 我看開是治癒翻 我覺得這套是治癒翻 難道你覺得大番鼠 其實無所謂的 你任何作品都可以拍十八禁 或者拍什麼 你這樣說 難道你這樣說 我叫肉翻 那些什麼又叫什麼 你不能這樣說 我覺得 那個問題是 觀眾不同的人 有看不同的角度 正如剛才的問題就是 等於有些動畫 實在有人說 這個星優配不到那個角色的神髓 特別是女角 除非有一個人很奇怪出來說 原作者說 這個星優真的不行 是同類型的場面 不過問題是 它不是星優不行 現在是作品的女主角 好像玩壞了 故事的角度來說 當然它有能力就是什麼呢 動畫裡面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是最後的十分鐘 是可以決定它是光 還是暗 是很有趣的 這件事是 而兩件事都能夠言之成理 所以 最簡單的就是拍兩件事出來 滿足觀眾的粉絲 你現在這個 你現在這個已經是太遲了 如果這樣的話 就是告訴你 變成就是什麼呢 你認錯 這個case來說就是 作品是不會認錯的 雲觀你看眾多的動畫作品 有沒有那套作品 他認錯的話 我拍錯了 我突然想起那些什麼 十年後發言 你講到老老手真的死了 那些 所以我覺得 這裡 角度來說 它是一個情緒問題 而變成就是什麼呢 去到 在我們這個層面去討論的話 就是 你喜不喜歡這種套路 我們看很多作品 我們有些都不喜歡 不只是這一類型的作品 我們可能也是不喜歡的 想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K-on 大家是很喜歡 K-on那個什麼呢 黑暗結局的 那個黑暗結局 如果是官方推出的話 我肯定同樣大炎上 但是它在同人推出的話 那些人是覺得沒有問題 那這個本身就是什麼呢 那是一個角度思考的問題 你不是對那個劇情的品評的問題 現在就是說 如果對我 我們作為 你說我們是評論一套動畫 動畫作品很愉快的 我喜歡說 它不差 你都覺得是高手的 我不敢說高不高手 我不覺得他高手 因為他真的有些 如果我當作紅色說話 其實有些邏輯上 他是做不通 而且他是解釋不完 最慘的是 如果你說要這樣的戲路 我本來都能接受到 原來那個女生 真的有他的社交障礙 或者他真的有精神問題 那他其實出現到 雖然那些諸詩話 但是他附近的人的諸詩話 他有些故事是連了 他最慘的東西 就變成有時候 可能令人想起來 那個感受就突然很大 我可以給我解釋你的 如果你當一切這套 都是一套恐怖經歷故事的話 他是不需要全解釋給你聽 不會有人出來解釋 就等於就是 漢線 他不是所有東西都解釋 很多東西都是你事後解讀的 事後你的腦袋越扭亂 你又要覺得這傢伙越恐怖 等同一點就是 其實我看這套 我也是一樣的 我是當那些村民 全部都是什麼 他們每晚都會點著蠟燭 然後在一個不知道什麼的山洞裡面 然後在開大會 然後說 我們要如何囚禁這個巫女 這些開始變成一隻遊戲的劇情 名字就不說了 我會看到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能夠憑最後的結局 決定他是什麼 那樣東西是解得通的 它是一個tricky的地方 但是你說 是不是很好看呢 個人而言 我覺得是一般的 不過你說 他裡面 你說一些近的東西 在他這一類型的作品裡面 的確是很少加入這個元素 所以我會覺得是幾特別 還未去到覺得 哇 好正呀 而就是因為我本身都說 我是一個negative 所以我是很容易看得穿 我覺得你不欺負 你不欺負的話 我會反抬炎上 僅限於此 當然我知道 我的評論是有些偏頗 但是大家不怪得我 壞事認證 沒有辦法 作為動漫無傷的良心的鏡花 不存在 那麼黑五勢力自然坐大 你不怪得我 所以我們一開始說了 比較有良心的兩個人都不在 兩天都過了歐洲 還有歐洲人 沒辦法 所以大家應該把對這套的怨恨 說為對歐洲人的怨恨 那我們這套就介紹到去 也不是介紹的 其實我們是分析的 我們這次很認真分析的 我們之後再去下一套 好嗎 好嗎 好嗎